高雄一名張信男子2019年3月參加高雄愛河鐵人三項競賽,下水26分鐘淨離其溺斃。 家屬認為救生員會第一時發現他溺水,導致鹽霧搶救時機害命,怒告高雄市體育總會求償837萬餘元。 高雄市體育總會抗變,比賽當天愛河沿岸每隔100公尺就有設置伏台,且伏台上均有兩名合格救生員。 活動範圍內也有8艘救生艇,救生艇上1配有2名救生員,並向海軍陸戰隊申請水上救護,作為可能的救援助力。 畢審高雄地院審理認為,救生員的處置為違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,又家屬未能獲保險理賠是因張男的死亡結果是否可規則於體育總會,因此判決家屬敗訴,體育總會免賠。 家屬上訴二審後,高雄高分院審理認為家屬的主張部分有理由,因此逆轉改判高雄市體育總會需賠償222萬餘元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